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幸福课堂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咕噜球的旋律,滚动中的爱意交响 二,情感的蹦极,跳跃中的心跳加速 三,爱的方程式,解析两人世界的数学 内魔,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咕噜球的旋律,滚动中的爱意交响 各位亲爱的听众,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 咕噜球的旋律,滚动中的爱意交响 首先,让我们澄清一下,咕噜球并不是某种古老乐器 也不是遗失在历史长河中的神秘文物 而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比喻 用来形容那些在生活中滚来滚去 却意外地撞击出美妙旋律的爱情故事 想象一下,一个圆滚滚的球 它可能是一颗巨大的石头,也可能是一个小小的珠子 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滚动 当这些球体在生活的坡道上滚动时 它们会遇到各种障碍物 有时是平坦的道路,有时是崎岖的山路 这就像是我们的爱情之旅,充满了未知和惊喜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旋律 在这个比喻中,旋律代表的是爱情中的甜蜜时刻和难忘的经历 当咕噜球在滚动中与其他球体相遇,它们相互碰撞 发出的声音就好比是两颗心灵的交流,有时是轻柔的低语,有时是激烈的碰撞 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一首爱意交响曲 有趣的是,这些咕噜球的滚动和碰撞,往往是不可预测的 就像爱情,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你可能会遇到你的灵魂伴侣,也可能会遇到一个教会你重要人生课题的人 每一次的滚动和碰撞,都是爱情旅程中的一个节点 每一个节点都有其独特的旋律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滚动中的爱意交响 这是一个充满动感的过程,它不仅仅是关于爱情的甜蜜 更是关于在爱情中成长和学习的过程 每一次的滚动,每一次的碰撞,都让咕噜球更加光滑,更加坚固 就像是在爱情中经历的每一次挑战和欢乐,都让我们变得更加成熟和强大 所以,亲爱的听众,下次当你看到一个滚动的球 不妨想象一下它所发出的旋律,想象一下它在爱情的交响曲中所扮演的角色 也许,你会听到一首只属于你的爱情交响曲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情感的蹦极,跳跃中的心跳加速 当然,情感的蹦极,这个比喻可真是既生动又贴切 想象一下,你站在爱情的高台上,脚下是澎湃的激情和未知的深渊 你的心脏砰砰直跳,就像是准备进行一次真正的蹦极跳跃 这不仅是一次身体上的冒险,更是一次情感上的大胆尝试 首先,让我们来聊聊蹦极跳跃 这项运动,要求参与者从高处跳下 只有一根弹性绳索保护,以防摔到地面 情感的蹦极也是如此,你必须完全信任那根绳索 也就是你的伴侣和你们之间的关系,来保护你不受伤害 但与此同时,你也必须接受一定程度的风险 因为没有任何关系,能够提供100%的安全保障 现在,想象一下你在情感的边缘,准备跳入爱河 你的心跳加速,这是因为你的大脑正在释放一系列化学物质 如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它们让你感到兴奋和快乐 这就像是自然界的爱情药水,让你准备好迎接即将到来的冒险 跳下去的那一刻,你可能会感到既害怕又兴奋 这是因为你正在放弃控制,让自己脆弱地暴露在另一个人面前 这种脆弱感是建立深厚关系的关键 但它也可能让你感到不安 就像蹦极跳跃者在空中自由落体时那种无法预知的感觉 但是,如果你的情感绳索足够强韧 你会在跳跃中找到快乐和兴奋 你会感到与伴侣之间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 这种体验可以是非常充实和满足的 当然,这也可能伴随着一些颠簸和惊吓 因为没有任何情感之旅是完全平坦的 最后,当你在情感的蹦极中反弹回来 稳定下来,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比跳跃前更加坚强,更有信心 你已经面对了恐惧,体验了飞翔 而且,如果一切顺利 你还有一个伴侣与你共同经历了这一切 所以,情感的蹦极不仅仅是关于跳跃的那一刻 它还包括了整个旅程 从站在边缘的紧张到跳跃的兴奋 再到最后的平静和满足 这是一次心跳加速的冒险 一次对信任和脆弱的考验 最终是一次关于成长和连接的旅程 记住,每次跳跃都是独一无二的 就像每段关系都有其独特之处 所以,系好安全带,享受这场飞翔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爱的方程是解析两人世界的数学 当然,爱情和数学看似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 但如果我们带着一点幽默和想象力 我们可以尝试用数学的语言 来描述这个复杂而又神秘的人类情感 首先,让我们从最基本的数学概念开始 加法 在爱情的世界里 一加一并不总是等于二 有时,当两个人相遇 他们的结合可以创造出 比两个个体更强大的力量 这就是所谓的协同效应 在数学中,我们可以称之为 爱情的加法定律 即一加一大于二 这种情况下 两个人在一起可以激发出彼此更多的潜能 创造出无法单独实现的成就 接下来是减法 在一段关系中 有时我们必须牺牲自己的一部分 以适应对方 这可以看作是一种爱情的减法 但不要误解 这并不总是坏事 通过减去一些自我中心的部分 我们实际上可能在增加关系的整体幸福感 所以 爱情的减法 有时候实际上是一种隐形的加法 成法则代表了爱情中的增长和扩展 当两个人分享生活 他们的经历 快乐和挑战都会相互叠加 这就像是惩罚一样 爱情的价值和深度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指数级增长 我们可以称之为爱情的复利效应 除法在爱情中也有其对应 它可以代表分担 在艰难时期 一个人的负担可以在两个人之间分担 使得重负变得更轻松 这就是爱情的分担原则 即通过除以二 我们实际上减轻了生活的重压 然而爱情的方程式并不总是那么简单 有时它更像是一个复杂的微分方程 充满了变数和未知数 情感的起伏 个性的差异 以及生活的不可预测性 都使得这个方程式难以求解 但这也正是爱情的美妙之处 它不是一个要解除确切答案的问题 而是一个不断探索和体验的过程 最后 我们不得不提到爱情中的无穷大概念 在数学中 无穷大是一个无法达到的概念 但在爱情中 它代表了无限的可能性和无尽的承诺 爱情的方程式可能永远没有最终答案 但正是这种探索无限的旅程 让爱情成为了人类永恒的主题 所以 亲爱的学生们 下次当你们坐在数学科上 试图解开那些复杂的方程式时 不妨想一想 也许在某个层面上 你正在学习的不仅仅是数学 而是关于人类情感最深刻的奥秘之一 毕竟 爱情和数学都需要逻辑和直觉 都需要耐心和努力 而最重要的是 它们都能带给我们无尽的惊喜和发现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三个关于爱情的有趣比喻 咕噜球的旋律 情感的蹦极和爱的方程式 通过这些比喻 我们可以以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 去理解和阐释爱情的复杂性和美妙之处 咕噜球的旋律告诉我们 爱情就像是滚动中的球 充满了意外和惊喜 每一次的滚动和碰撞 都是爱情旅程中的一个节点 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旋律 而情感的蹦极则提醒我们 爱情是一次冒险 需要勇气和信任 在跳跃的过程中 我们会面临害怕和兴奋 但最终 我们会变得更加坚强和自信 而爱的方程式 则用数学的语言 让我们探索爱情的奥秘 加法 减法 惩法 除法 以及无穷大的概念 都可以帮助我们 更好的理解和解读爱情的复杂性 在探讨这些比喻的过程中 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和启发 爱情是人类最复杂 最美丽的情感之一 它既需要我们的勇气和冒险精神 又需要我们的耐心和努力去经营和维护 它是一场不断探索和体验的旅程 每段关系都有其独特之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情故事 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你们对这些比喻 有什么样的理解和感受呢 你们的爱情故事中 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和体验 让我们一起畅所欲言 一起探讨爱情的奥秘吧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六博士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